嗨,大家好,我是嬌仁 今天看到这个表题就知道 我们这次是要来谈论大学生 大概一个月会花多少钱 怎么开元节 又去让自己印象 不要每个月都吃泡面的人生 效忠 是嬌仁 我们可以先来讨论一下大学生 大概一个月的消费会是落在多少 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主要的开销 就是食物,衣服,住宿 还有平常的一些娱乐旅行等等的 在食物方面,因为在新竹 你知道,人称美食上 所以我们很常就会订外送 虽然选择是真的很便宜 但是你可以做的选择就是很迹象 像是我现在煮沿山 下面这些选择的东西 其实完全不多 我基本上每天都来吃全家跟 salmon 所以如果你想要change一下口味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叫外送 但外送有时候就超贵 因为一个外送要199才可以便宜 还有食物上面是我一个月消费最多的 所以最需要去控制 还有去理智消费的部分 接下来是什么衣服之类的 可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很爱买衣服 所以我的衣服就真的都是社服 基本上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所有影片 你们会发现我大概一件衣服 会在两到三支影片之后再次出现 因为我就特别想买什么新衣服 觉得穿这件衣服很舒服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买衣服的 可以去找一些那种口袋名单 像是我有看过有些人是 买过虾皮的衣服之后 就会做口袋名单 一夜的备忘都就是他的虾皮口袋名单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网上买衣服确实比较便宜 因为你有量自己的尺寸的话 选择到便宜的衣服的方法其实蛮多的 不管是二手还是网络都是可以去试试看的 那如果是住宿的话 那就是你知道 因为住宿费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比较难去改变住宿费 毕竟我们住学校已经省了一笔 可是我们可以去改变是电费 因为现在我们是电费到自己服 如果这样的话 你真的是要超级无敌省钱的话 我就会推荐大家可以去图书馆趁冷气趁水 图书馆冷气超级赞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超级冷气 带着一个外套区没带一整天 超级无敌棒 这边的衣服很棒 对吧那个月的意思叫沙巴塔 一直一个月这样子一直开冷气的电费 也是非常的不容小觑 所以图书馆是一个很好的省钱小帮手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 如果你去图书馆 你就会不会点Uber 就会开始吃雪餐 所以你一整天消费下来 就是三餐的钱 有时候如果你玩你钱 就是两餐的钱 那我去图书馆 一天的消费可能不到250块 赞 而且娱乐的话就是那种 骑车每个月的油钱 其实我不会花到什么钱 油钱 因为我原的车是比较省油的 所以油钱我一个月 其实应该不到100块 非常的省钱 至于那种大家一起出去玩 个人的想法是 其实大家一起出去玩 就是一群人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窝在一个新的地方 和聊天 所以这样子 大家只要图书在房间里 也是很棒的选择啊 原理的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不喜欢花大钱 可以开到自己的生活 过得很快乐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 就是彼持这个目标 不花大钱 但自己生活快乐一点就好 那至于我们既然已经订好 每个月每个部分 大概消费是多少 那我们要怎么去开源截流呢 我自己去赚钱的方式 主要就是去接家教 还有一些影片的案子 参加一些比赛 拿一些奖金 这应该是 影片大学生会的开源截流方式 那既然我们已经有开源的方式 我们就要去想说 我们要怎么去规划 有一个预算的概念 像是各个项目 你获得的钱有多少 那你在这些钱的财产比例下 你可能每个月要省多少钱 要存多少钱 那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去分配的 大概是每个月美食多少钱 每个娱乐可以带多少钱 要先有个自己的财务规划一下 这点就是要增加一下 自己的财务智商 不要当月光族 真的绝对不要当月光族 虽然我自己 不是那种月光族 我会 比较喜欢去存钱 所以每个月我都会固定用APP 去存一些钱 到自己的账户里面 让它有稳定的储蓄 在存款之间再慢慢的去了解 金金啊 甚至是股票的概念 那我刚提到的APP 其实都是使用国泰师华的Cube App 来去帮助我达到这些目标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怎么去利用国泰师华的Cube App 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财物 带下不依靠父母的东西的国 国泰师华的Cube App 是一款全面的数位金融服务 很适合年轻人 像是我们进行日常的投资理财 这个APP的功能包含以下几点 但不限于这些 还有更多的等着你去挖掘 第一个 手机提款与转账 可以不用带实际的银行卡 直接通过手机去提款和转账 非常的方便便捷 你甚至可以在APP里面缴费 像是它这里面包含好几个 我们平常会缴的费 我们都可以直接在APP进行缴费 还有第二个 你可以把国泰师华的Cube App 当作你的投资工具 在APP里面 你可以搜寻当前流行的ETF 台股和美股信息 包含人气股和集邮股 甚至还有智能的投资功能 可以利用一分钟的时间 帮助我们去了解投资的相关方向 但是它的选单里面 这有特别一个是跟投资有关的 我们这边有很多满满的功能可以去看 包含基金 智能投资证券跟其他商品 像是我现在点开的这个是基金 我们也可以看到智能投资 还可以去帮你选股 选你适合的是什么股 还有你该怎么去存钱 那就是告诉你 最近相关的趋势是什么 提供给你一些相关的资讯 真的很少在相关的银行APP里面 看到有投资功能的地方 重点是我们不需要去切换APP 去看一下最近哪一个股票比较好 切来切去 切来切去 切到我自己头都乱了 在Cube App里面 它可以帮助你 限期定额的投资计划 帮助我们稳定于储蓄 并且累积财富 很重要啊 这个功能可以变成月光组 那接下来就到特色功能 再深入介绍的部分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证券开户 你可以直接在Cube App上面 直接开立台股证券户 或美股付委托转户 操作非常简单 像我是在线上开户的 快速大概5分钟时间 就可以处理完毕了 另外还有外币服务 在APP上面 我们可以进行外币的兑换 党收优惠的汇率 和很直观性的换汇成本管理 在国泰的YB ATM 也可以提取美元或是日元的线钞 我都说在年底前还有免提领手续费哦 超转 除了是投资还是旅游都非常方便 还有最后的安全性部分 大家也不用担心 他们有8项的账户安全检测 两步骤的身份验证 FIDO登入和生物辨识 从打开Cube App到交易 完全是安全层层打关 而且每次登入 他就会寄email给我们 也可以绑定line去推播 安全感慢慢 像是我每次登入 我就可以收到 我已经登入的Gmail台出来 就会知道 所以登入是真的会被通知 那如果有其他怪人登入 我也可以知道 什么完了我的账号被寄了 立刻去处理 所以国泰世华Q App 不仅可以帮我们 管理日常的相关开销 还可以在投资和外币上面 提供 极大的安全性跟便利性 这就是为什么 我推荐每个年轻人都可以去用 国泰世华银行 作为他们的手间银行 一起的未来奠定一个好的开始 拒绝月光组 大家希望今天这支影片 让你们更去了解大学生的 一个月日常开销 还有学生是怎么去做开源接流 甚至是管理自己的财务计划 大家功能 影片最后我也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留言 分享给你适合的朋友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